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大家好 首先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院长哦 这个在冬天的时候呢 是不是会因为气温啦气候的变化 对我们身体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是的 冬至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白天最短 黑夜最长的一个阶段 那就是表示我们这时候阴气是最盛的 阳气是比较弱的一个状况 然后慢慢的这些阴气慢慢的转弱 阳气要慢慢的转强 春天即将回来 那事实上呢 冬天是从立冬大概11月7号就开始了 那这代表着冬天万物要收藏 秋收农作物要收藏路库 动物也即将收藏起来准备冬眠 那在中医里面的古籍 皇帝内经里面就有提到 天寒的时候臭里壁 臭里壁表示我们皮肤的血管会收缩 冬天体表这个流汗就变少了 就是保卫我们气血 皮肤表面的气血就减少 往体腔里面走 所以体表的流汗减少 经由肾脏代谢的尿液就变多了 这时候因为体表的气血减少了 所以我们皮肤会比较干 所以容易有冬季痒的这些问题 那容易感冒受寒 英国的研究也发现说 我们天气冷的时候 这个鼻黏膜温度在下降的时候 血流量减少 它局部的细菌会变多 所以这时候流感啦 过敏性鼻炎 气喘的病人就容易发作了 那周边血管的收缩的时候呢 容易有高血压中风心肌梗塞 甚至胃溃疡清光炎都有可能 这些疾病发生率都会增加 刚刚院长有提到说 这个冬天的时候血管是比较容易搜索的嘛 好像有一些长辈就容易在这个时节出现中风啦 或是心肌梗塞这样子的问题 是不是请院长也特别就是 针对这一点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是的中风还有心肌梗塞 原来是我们冬天急诊常见的一个病人 到了秋冬时节 清晨五六点跟晚上八九点的时候 是这一些疾病的耗发时间 所以提醒这一些有心血管疾病的病人 晚上起床上厕所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速度要慢 还有经过大餐 很多这时候尾牙是一个盛行的聚餐活动 大家在饱餐之后尤其喝酒之后 这些心脚痛的病人都要注意一下 尤其建议尽量吃六到七分饱就好了 因为吃过饱的时候 我们血液都会聚集在我们的肠胃道里面 周边的血流量就变少了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到了年底 很多敢计划啦 敢报表啦 这时候连续熬夜失眠的病人 白天又工作繁忙之后 这时候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血压状况 这时候猝死的病人也特别的容易多 听到这里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都跟我一样 觉得有点害怕 就是冬天的时候怎么好像是很多疾病啦 很多问题会发生的时候 不过没关系 今天特别请到王院长呢 院长帮大家整理了 在冬季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好养生工作的三大关键 我们请院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那冬天养生事实上最重要的 大家刚刚听到这个血液循环变差了 所以最重要的第一个要运动 但是运动要小心 不要一下子就太过激烈的运动 要缓和放松的运动 松 静 自然 这边周边血管才能够放松 太过激烈的时候 周边血管是收缩的哦 反而对循环不好 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家 这时候要非常的小心 早上老人家都四五点就起床了 这时候血液循环是最差的一个时间 所以一定要慢慢的活动 我们待会会介绍几个运动给大家 第二个最重要的要避风寒 所以冬天是一个阳气必长的一个季节 不要轻易去劳动我们的阳气 所以古人说冬天要早睡晚起 太阳出来了才要起床 要注意保温 不要把皮肤外露出来容易受寒 第三点要养阴 什么叫做养阴呢 中医讲春夏要养阳 秋冬要养阴 夜晚是我们丈夫修复的一个时间 冬天的睡眠时间一定要多 所以要早睡晚起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吗 像我们白天念书 这些的内容会存在我们大脑的短期记忆当中 一定要晚上睡觉的时候 才能够存在我们大脑皮质的长期记忆之中 所以如果你没有好好睡觉的话 其实你白天念的书都是浪费的 所以我常常告诫小朋友 尤其国中高中的考生们 这些你没有好好睡觉 你念的书都是白念的 效率就太差了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的人的情志要内敛一点 我们冬天要藏手的一个部分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情绪如果太过嗨啦 容易生气啦 焦虑的时候 这些都是让我们能量外散的一个部分 耗损的能量这些呢 对冬天我们要藏经养阴是有不利的 所以精神内守才是顺应我们冬天养藏之道 如果冬天的阳气没有得到疯藏的时候 春天阳气要往外散 这个能量就会不足 就容易生病感冒 院长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三大关键 第一个重点就是要请大家做运动 所以接下来呢 院长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 也是我们这个台湾养生保健学会 要推荐给大家的中医养生巢 我们请院长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那刚刚提到要教大家做运动 所以呢 我们首先来看 冬天最适合的养生运动有哪一些 第一个我推荐台湾养生保健学会的举瓶手 那这个举瓶手有什么作用呢 大家有兴趣可以扫QR Code 去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好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举瓶手 那举瓶手呢 事实上就是把手往前 然后放在我们的肩膀上 轻轻的绕过我们的肩膀之后 把手往外推举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有什么功效呢 事实上它就是把我们的阳气从我们的丹田 经过脊椎督脉的部分 送到我们的心肺 再送到周边12筋脉 刚刚提到这个冬天血液循环是不好的 藉由这个动作可以增加大家12筋脉的一个循环 好 第二个我们来介绍一下拍式 刚刚提到这个情绪呢 要稳定才能够帮助我们冬天阳气的一个收场 那这个拍式呢 简单的看一下我的动作 把手掌放在头顶上 然后借由这个手掌我们这个虎口 我们讲颌骨的一个部分 这一块小小的肉 大家不要用骨头敲哦 很痛哦 所以把手掌轻轻的放在头顶 然后借由这一块颌骨穴拍我们腋下 从我们腋下从上往下拍 那这个拍式有什么作用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情绪的一个缓和 我刚刚讲过度的一个情绪 不管是生气啦 焦虑啦 只要情绪过度的时候 大家知道 这个怒则气嗓 当我们焦虑的时候 你会发现 整个脸是胀红的 那借由这个拍式呢 可以缓和我们的情绪 把这个火气往下降 院长刚刚教大家的这个两个动作 观众朋友看了院长示范之后 可能也很想要赶快来试一下 这个完整的这一套养生操 所以呢我们会把这个QR Code呢 放在这边 请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影片 然后去每天的来做 这个完整的这两套的养生操哦 那我们今天健康线上午茶会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 非常谢谢王院长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冬季的养生的一些关键重点哦 那如果观众朋友 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 以及多多的分享哦 那如果您还没有追踪我们 签起志爱健康基金会的粉丝页 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追踪 这样子您才能够及时的收到更多的健康资讯 以及影片的讯息哦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